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ing杂志有特别谈到台股这26档很能涨 标题就是电动车引爆兆元商机 听完之后就觉得非常兴奋 我每次听到兆元商机 代表那个时候那一波肋骨很凶悍 像之前工具机兆元商机大涨 生机业兆元商机又涨 现在电动车是兆元商机 到底台湾有多少产业是兆元商机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一大早 请我们的Mining杂志及频道主持人 龚兆健来跟我们谈谈电动车引爆兆元商机 好 那我们赶快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首先我当然好奇是说 因为Mining杂志其实每一期的内容都非常精彩 那这次很特别的就是把这个电动车 列为是在今天的一个标题 因为主标题里面在我们的Mining杂志的封面的标题 就是电动车引爆兆元商机 所以我们特别请我们招建来谈谈到底怎么会突然在这一期 把电动车放作只是一个主标题呢 其实近年以来我们看到疫情虽然是有冲击到股市 但是在三月中旬落底之后 其实所有的类股个股反弹的幅度都相当大 那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其实就是Tesla这档公司 Tesla是全球电动车的指标 一个多头指标 那它今年 你们猜猜看今天涨了几倍 今年应该是 差不多现在是涨了十倍 十倍 那短短几个月 从疫情的低点波段可以涨这么多 其实相当的不容易 当它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大吹捧 那中间是因为经过疫情的一个短暂冲击 那很快的又吸引很多资金进来 那为什么它市值可以超越 所有几乎是美国所有上市 其他传统车产的市值加起来还要大 那就是因为大家给它一个很大的期待 那个Tesla的老板 那个Elon Musk 他会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梦想 那相信你这个电动车的故事 会持续的这个往前推进 好 这件事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预估2021年四大产业 其中有一个产业就是电动车 那鸿海也加入这个战略 他提出了他的电池六大黑科技 那最近发现到蜡智爵 就是育龙车呢 最近都有郭台铭的影子 这看起来这个动作非常的明显 那为了让电动车更发展 其实郭台铭最近更大手笔的去借了钱 大概是有500亿日元 甚至金额可能比较素材大 那主要在建工厂部分呢 要继续的扩张他的产能 那似乎这个部分呢 也使得大家对未来的面板产业 也充满期待 像你看新款的冰市车 那这个以前的冰市车呢 大概就是一个小面板在中间 但现在新款的冰市车呢 已经是整个都是面板 就是你打开来 以前的仪表板全部改成是面板 那估计以后你可能整个车子 都是各式各样的面板 曾经还看过一个画面说 连那个就是我们的车窗啊 也可能会变面板啊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 电动车来临 还有自驾车来临啊 你有没有抓到这一波的一个方向 事实上最近在台湾啊 跟电动车有关的基金 还有跟5G AI智能基金也是频发啊 那今年的报酬率 坦白讲因为吉兵自己有买两档 就国外发行的这个 就是跟国外有关的AI跟智能的 报酬的基金啊 其实坦白讲报酬率还算不错 那特别是那一档 我有买一家国外发行的电动车基金啊 那他发行的时候 是在这个武汉肺炎之前 然后到目前为止 报酬率已经近四成啊 那当然里面很大部分是有特斯拉 但如果是全压特斯拉就不得了 那可能涨幅 就如我刚才赵健说的 已经涨10个百分点 前阵子啊 就有公布啊 特斯拉最大的股东来源 来自哪里你知道 韩国的大妈还有这些小朋友 他们都把他们自己的零钱啊 一股一股的买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的涨跌 已经基本上是跟美 跟韩国人的心情 跟财富成为正相关了 那当然情义纵系呢 日前就宣布 2030年电动汽车趋势展望 报告指出 截至2019年 全球销售200万电动车 在所有汽车销售量 只有2.5个百分点 但是预估未来10年的 负荷成长率是高达29个百分点 预测数字还会继续增加 到2030年呢 会到3110万辆车 所以这个产业里面 就有四大成长动能 可不可以请赵健兄来谈谈 这四大成长动能 你们怎么解读 我们来看 其实电动汽车 目前总共只销售了200多万 那但是这一两年 其实有在增加的趋势 那预计明后年 其实可能当一年度 就可以销售超过百万台 那这是一个蛮大的成长幅度 它总量还是很小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 还看不到很多电动车 不过其实今年在台北 或者在台湾 其实我们很明显看到 Tesla的电动车 很明显 这个路上 你遇到的几率是增加了很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消费者信心 跟购买意愿是增加的 比如说Tesla 它那个电动车越做越进步 越来越聪明 然后比以前更平价 所以更多人可以买得起 那另外就是 电动车普及的需要政策的一些搭配 比如说我们需要更普及的 电动车的充电桩 那要像Tesla有设一些超级充电站 那如果有这样的充电站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会太担心说 这个电动车开到一半就没电了 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就随时可以充电 所以政策跟立法的加速 电动车普及 这是很重要一个国家发展策略 那像国内其实也是有一些 电动车的一些补助 干涉税务的减免 那其实像欧洲国家 其实有更多的那个立法 包括像是传统的那个 燃油内燃机那个汽车 它有一个落日的条款 有一天车上就不能再卖 新销售的那个非电动车 就不能再上路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 车厂也推出很多元的 这个电动车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 大巴士 一些因为巴士跟传统的汽车 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它是要回到一个车站 所以回到车站是比较容易充电的 所以巴士改用电动车 也是一个 常看到一个各国 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看到说像很多 比如说一些那种企业 企业它购车 或者是一些车行 它购车的时候 它会优先考虑买电动车 因为它有一些税务上的 减免跟优惠 另外车厂也会给他们一些 三对的一个配合 所以主要第一件事情 是消费信心 对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可以让大家做参考 在目前为止到底 台湾有多少特斯拉的车组 那根据在10月初之前的数字 台湾有7000 7000多个车组 是开特斯拉 但是那是在今年9月份 突破7000名 可是第三季的数字 又开始大幅的往上推升 那么甚至在10月份的时候 特斯拉还进入到 豪华车的销售排行榜 目前为止第三季 既增加的挂牌数 是1850辆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是很多 但是总和而言 这数字已经明显的高速的成长 那事实上在9月13号的时候 在台销售量还暴增 我印象很深刻前阵子 台湾因为这个 就是到各个车厂去看车 那我们当然也会去看一下 这个Poach 那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看Poach是到桃园厂 那我停在他的停车厂上面 Poach就放了两个充电窗 当然这个实际上 并没有很多人去买Poach的电动车 因为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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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贵 但是就摆了两个充电窗 但是如果你去看 最近拼的很厉害是Odi Odi也在拼电动车 那Odi你也是一样 你去看他的展场 他也摆了所谓的充电窗 所以台湾现在基本上电动车 似乎已经开始变成兵家必争之地 那像有时候杰明去明市在领口 那我会在那边等公车的时候 也常常会有一件事情 就是突然间惊喜一下 就看到了BMW i3 它也是电动车在我前面很快速的崩磁 所以目前来看 真的电动车的需求 似乎已经开始增加 这个采购意愿也开始提升了 那你们这次有特别谈到 就是续航力性价比充电时间 充电设施跟电池安全 这部分是以前我们的疑虑 你怎么观察这几项当中 这个疑虑已经慢慢的疏解了呢 比如说续航力来讲 目前像Tesla他们充电充满 充保一次 其实续航力可以大概五六百公里 就是比较高的等级 都可以在五六百公里以上 像Nissan 这个明年 明年在日本预计开始首推的新的 Nissan Leaf 也是全球在一般电动车里面 销售量算是比较强的 是第一名 就是扣除电动车以外 其实Tesla最大的劲敌是Leave Leave在全球卖得非常好 那他们明年也会推出一款新的 那续航力也是达到六百公里以上 那另外性价比就是 整个车价越来越 越来越平价化 那早期一台如果Tesla的话 这没有两三百万以上 是不可能买到 那现在在两百万以下 已经可以买到了 那另外充电时间其实 比如像Tesla的超级充电站 它那个充电充饱的时间 可以压缩到一小时以内 那如果是传统以前 比较老旧的那种充电庄 可能就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把它充饱 对 所以事实上充电时间 大幅的缩小 那另外是电池安全呢 另外以前我们在新闻上会看到说 比如说美国加州公路上 什么Tesla的汽车 那个电池 爆炸 或者是燃烧 那像这种安全事故 其实都会引发疑虑 那后来我们看到 他们只要有出现这样的事故 都会做严格的处理 那现在以Tesla来讲 还有各国车厂 电动车厂来讲 其实他们在电池的技术 是不断的精进 一方面电池价格也把它压下来 另外一方面安全的措施也增加 让大家更有信心 我记得之前有个画面 就是在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也有人在买Tesla 很特别 因为Tesla已经卖到俄罗斯了 那画面非常惊悚 就是有一位 有一个在高速公路 就正好是交通 尖峰时间 然后一部卡车 直接撞到Tesla 就Tesla当场爆炸 那这事情并没有影响到 俄罗斯的销售 我们给大家一个数字 到底电动车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最指标性的 就是Tesla了 那Tesla最近公布 第三季的财报 而且是连续第五季的正成长 而且创下单季 销量新高 那这个数字里面 在2020第三季营收 是87.7亿美金 折二台币是2511亿元 那很特别的事情说 那他一定是 就是卖车有赚那么多钱吗 没有 这87.7亿元里面 有5.79亿美金 是来自于太阳能的储能销售 所以有人说 其实当时Tesla的目的是要卖电的 不是要卖车的 结果没想到 这个车跟电都卖得很好 另外一部分 他这里面是还有包括了产品维修服务 那第三季也有像其他车厂 卖了碳排放额度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做绿能排胖 这部分也赚了3.97亿美金 所以第三季的净利是高达了94.7亿的新台币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事实上大家都以为特斯拉是卖汽车的 其实没有 他其实太阳能锄能这部分 也是他主要的获利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太阳能锄能 然后把这个店卖给了消费者 另外一部分就是碳排放额度 因为他本身做太阳电池 所以他有太排放额度 在台湾其实还没有碳交易 但在国外碳交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台湾现在只是要卖碳污染的部分 像是中油跟中钢 都要付碳污染的费用 好据了解 事实上整个特斯拉在全球销售量 事实上是大幅的成长了44个百分点 在北美却是下滑了9.7个百分点 主要是因为疫情关系跟竞争者增加 可是事实上全球的销售是大幅的增加 所以第三季总共卖出了139300辆的车子 创造单季的新高 不仅如此 特斯拉的产量也有所提升 第三季的产量提升到145,036辆 比第二季的82,270辆 大幅的增加了将近有6万辆的车列子 所以特斯拉创办人叫马斯克 他也特别讲说 今年要卖50万辆车 基本上没有问题 预估第四季会卖出的是 181,650辆车子 所以你在台湾看到特斯拉的比例越来越高 可能中南部的朋友比较少看到 因为捷冰住新竹 新竹的特斯拉真的是三不五十 你都看得到 而且看到都不是那种只有100多万的 我在新竹看到都是那种200万以上 就是这个Model Y 当然它续航力最高可以到500公里以上 那事实上特斯拉现在它非常有自信的部分 是因为它准备出电动皮卡车 这叫做Cybertruck 另外还有包括电动卡车Semi都出来 那你知道特斯拉电动卡车造型很像金字塔 但是它竞争着也开始出来了 像是我们说的Amazon Amazon今年股价大幅上涨 Amazon的车不卖人 但是它预计未来它的这个货运车 全部要改成电动车 据了解它电动车的效能 是不输给特斯拉的 这部分也使得 这个Amazon股价大幅的喷发 那因为这个Amazon的电动车的长相 就是一般卡车的长相 是四四方方的 但据了解它的性能 其实是可以跟特斯拉相对来做这个比较 那未来呢 Model S的价格将来会有200万有早 所以明年特斯拉的价格呢 还要持续下跌 据了解在2025年的时候 有望70几万的车子呢 就可以买特斯拉 那有人说我等到70万再买 对不起啊 那你就等了五年才享受特斯拉 那我们刚才讲的进行是 消费信心跟购买意愿 持续的增加 另外当然还有包括第二项 政策与立法加速电动车普及 还有厂商推出多元化电动车策略 以及商用电车 市场逐渐的成熟 这三项事情呢 等会我们继续来请教 这个我们今天请教的来宾 就是我们招建 招建兄 那之前他有来过 也谈到这些最新的科技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一次的Mining杂志呢 把这个电动车引爆商机 当做是主标题 好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 所谓电动车的销售 除了LIF 特斯拉 还有包括像是ODI 还有这个B&W 那宾室车也出了一个高档的宾室电动车 但台湾还不是主流 我特别去宾室车厂看 他还没有把它当做是一个主要的展场 也就是说我也没看到他有充电桩 但是路上已经曾经有人拍到 这价值超过500万的宾室电动车 在路上惊鸿一撇 到底未来趋势是如何呢 那在台湾呢 现在最热卖的 像是这个Toyota的 这个Corona Cross 据了解 它也是油电混合 那油电混合跟电动车 又有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好 那我就要请教一下 政策与立法加速电动车普及 这部分 我们Mining杂志观察到什么事情呢 我想政策立法 主要就是两个部分 一方面就是 比如说很多很多欧洲国家 那跟美国 其实美国进入可能比较落后一点 但是欧洲是更积极 比如说德国 英国 法国 荷兰 还有 基本上欧盟 他们是很积极在推动 传统燃油汽车 落日条款 比如说 20多少年 他就不能再有新的 传统非电动车上路 那等于是 未来某一个年限之后呢 各国 都会慢慢的 只有新 新车销售 只有电动车才能上路 这样子 那台湾其实原本也有一个 有一个期限 但后来 那个进程也不是 不是很明确 各国会会有脚步上 会没有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一致 不过方向 其实都是 总是有一天 传统汽车 就不再有新车 上路销售 这样子 好 我把这段内容呢 真的是 这是现实的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 我把这段内容念给大家听 你就知道为什么电动车 会变成是2021年 我们认为一个主流产业 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我再把这个故事 讲完之后 就可以到佐证了 因为我们这次漫龄杂志 特别谈到是造元商机 那也符合我在之前 跟大家讲一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不懂 没有买电动车 至少你要买一个电动车的基金 你来感受一下这个状况 这段内容让大家心脏 稍微加速一点点 那么事实上已经有 国家是希望 在未来这七年之内 是不能再有燃油的汽车 这些国家是以北欧国家为主 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听起来 好像禁售燃油车 哪泥真的有可能吗 很抱歉 这事情真的是如此 那像是Vosvegan大众汽车 他们就已经宣布 在2026年之后 就不再开发任何 锐燃机的汽车了 意思说现在锐燃机的汽车技术 可能在2026年之后 就不会有新的技术在产生了 所以你现在要珍惜每一步 你可以买到的锐燃机的汽车 也就是烧汽油跟柴油的车 那WOLVO也已经确认了 就是在明年就要停止 生产跟销售纯燃油汽车 意思说以后你买到的WOLVO汽车 可能就没有纯燃油汽车 至少你买的是油电缓和车 在明年开始 就没有所谓的纯使汽油的 就是油电缓和车 所以禁售的汽油 汽车速度只有台湾速度慢了 事实上在欧洲国家的速度 已经快到你绝对吃惊 我们还在谈谈说电动车 好像我们台湾的普及率不是很高 偶尔有惊鸿一撇 可是你最熟悉的两部汽车 一个是VOLVO VOLVO在新竹卖得非常好 很多我们说新竹县市 好像是宁治跟VOLVO的国民车 那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接下来更可怕的事情是说 那么各国的禁售燃油的车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 所以很快的时间点 你很可能就要跟汽车说拜拜 那其中挪威是最早提出 七年后就要限制燃油车的销售 而且政府的承诺 是不会颁布禁令 但是对于你只要买燃油车的这个人 你就会被接受的是高税收的严格政策 就是你可以买汽油车 但你汽油车的税 会高到你觉得还是买电动车好了 另外像荷兰印度以色列的 这个提议也非常激进 在2030年就要停售燃油车 那荷兰跟印度是2030年 基本上连所谓的混 我们说的混就是hybrid的车 很可能都会被禁止 只能用所谓的纯电动车 哇听起来很可怕 事实上连插电式的混动车 在印度可能2030年都被禁止了 那么英国是比较慢的 是到2040年 但是它严格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只要卖销售燃油车 就是非法行为 现在是2020年 就20年后 法国就绝对禁止卖汽油的 那当然 总统的迅使 中国是最快2035年 就要正式启动 将所有热燃 就内燃机的车子 全部要停止生产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可以看出来 全世界正在走出一个 所谓电动车的世界 所以造型产业恐怕正式开始 所以今天这一集你一定要掌握 这未来趋势 而明年开始是不是电动车的元年 也值得关注 那我们刚才在整个 麦尼杂志谈到四个论点 我们已经结束第一个论点 就是消费信息已经开始有明显增加 第二件事政策跟立法的速度 已经在加速了 那第三项跟第四项 多元电车策略跟商用电车车市场的成熟 到底如何呢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麦尼杂志 这个频道主持人 龚昭健 龚兄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继续赵元商机 以及这26档股票 你要不要来掌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等来 欢迎等来新闻棒行商 我们今天访问是我们龚昭健 昭健兄来到我们现场 他是麦尼杂志的频道主持人 那因为这一期最新的杂志是 值得一看 他是2020年11月版 第158期 那这一期的内容 谈的就是电动车引爆造元商机 所以如果最近很多人投资领股 那有没有一些电动车的领股 可以值得买进 也变成大家引爆的话题 那我们刚刚强了四大理由 包括商用电动车市场成熟 车厂推出多元化的电动车策略 等等这些讯息 也看得出来 2021年到2030年 会是一个电动车的爆发期 那甚至有些国家已经要求 在2025年之内 就不准再研发任何跟汽油相关的内燃机 这件事情当然也就使得电动车 成为是一个关键的焦点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一件事情 纳志杰因为前阵子杰明经过小巨蛋的时候 就惊鸿一瞥看到一位妙林林子 开了一部特斯拉的 不是特斯拉 应该是拉斯捲的电动车 摆在旁边 但我据了解 纳志杰电动车好像充满电 只能跑250公里 这跟特斯拉动辄跑400公里以上 还有一个落差 但你看出来 纳志杰真的要发动了 那这部分据了解 他引进的一个策略伙伴 叫做鸿海 那我先了解一下 这里面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鸿海其实从前几年 就一直要积极部署 进军电动车市场 那刚好 纳志杰他本身就是一个 目前唯一的国产的汽车品牌 那他们也有少量的电动车在生产 不过整个纳志杰面临的就是 两岸新车销售不如预期 所以资金上是有点财务压力 那另外就是 他在技术上 其实也需要做 有更好的partner来合作 所以刚好鸿海 一方面是很积极 想要进军电动车市场 那两边就可以做个财务上 跟技术上的互补 所以他们就成立的一个 共同成立的一个叫鸿华先进 那鸿华先进股本有155亿 那鸿海就等于是主导 占有51%的股权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由玉龙 把原来华创车电这个平台 把它技术转换成一个 等于是技术股 技术股等于是 用技术来代替资金入股 那双方这样做这样的合作 那今年的鸿海有一个 他们叫科技日 鸿海科技日 那这个科技日发表的 最有亮点的产品 其实就是这个双方合作的一个 MIH开放式电动车平台 那这个平台 他们是希望未来能够广泛的 提供给各个车厂 所有任何车厂 不限于这个纳资金 或者玉龙本身 任何的车厂 只要你想要玩电动车 这个市场去发展 那我就可以搭配你的需求 把你量身定做 利用一个共同的一个平台 再搭配你这个上层的 不同的这个设计 那成为一个共用底 有点像类似共用底盘 但是你整个车身设计 里面的内装 里面的一些配件 是可以有差异化个性化 可以量身定做 这样子让你的开发成本 会大幅降低 因为根据统计 国外平均一个车款 你要开发一个全新的车款 基本上就是 二三十亿美金跑不掉 那二三十亿美金 对车厂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而且它还要花许多年 才能赶上这个电动车的技术 毕竟电动车不像 这个传统汽车 传统汽车是传统汽车的一个专长 但是传统汽车厂 要往电动车市场发展 它一定要有新的一个技术合作 所以刚好这个鸿海跟这个玉龙 他们就可以共同有这样一个平台 推出给这个客户来使用 陈志伟电动车的安卓系统 哇你看这个爆发性有多强 所以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鸿海董事长 已经改人叫刘洋伟嘛 那刘洋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都有提到就是他目标是希望鸿海集团的 毛利益能够超过10% 其中有一个很秘密武器呢 就是来自于电动车的平台 那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 那么刘洋伟在鸿海科技所谈到的 百分之的市占率 300万辆每年的这个规模 你觉得有可能做得到吗 我觉得目前还是在一个观察期 那基本上今年是不会有什么贡献 那我看这个当天其实 鸿海科技日作战那个重大宣布的时候 外资法人内资法人其实初期是非常远跃 大家也蛮肯定这个新董事长 这个刘董事长率领鸿海 这个更计局更明确的往这个电动车去部署 不过基本上就是就像当天林信义 总统府执政林信义 他以前是玉龙集团的一个高阶专业 中华汽车董事长 对对对 那他有提到说双方的合作 就玉龙跟那个鸿海的合作 在两年内一定要做起来 那另外我就说 他希望最最慢 最慢就是三年 三年内 但是第三年一定要推出商用化的电动车平台 那我们其实看他们最近有一些新的宣布案 比如说他们有预告 大概这个月底还是下个月初 就可能在重大讯息会做更多的宣布 说会跟欧洲跟美洲更多车厂 做一个策略的联盟 那因为你一定要找到潜在的策略联盟的客户 然后你跟他量身定做一起进行这个开发 那你合作的伙伴对象越多的话 那你这个未来2025到2027年 能够达到电动车10%这个市场率的这个目标 才有可能达到 那我想未来一两年 就是我们密切追踪观察的一个时候 我也认为鸿海在未来是一个 持续有潜力的公司值得关注 但是同时间呢 你知道那个鸿海科技的结束时候有观察 第一个玉龙股价就上涨了 鸿海股价是平盘甚至有点下滑 但是涨最凶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我们台湾的电池概念股 那他们也陆续公布的业绩也相当的惊人 这个电池时代是不是来临了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5G的产业里面呢 越来越多的产业呢 它会有加入电池的元素 那这个样子会不会扭转整个全球的一个方向呢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是说现在电动车是不是百家争鸣呢 因为也包括了像特斯拉 尼桑 还有伍斯维根 还有包括欧洲第二大的宝石 雪铁龙 还有美国第三大的FCA 菲亚特 克莱斯勒 那当然还包括红海跟玉龙 这样的一个组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们行 但我们都会听一下 我们招建兄来解读 这26档股票真兆元商机 你怎么来掌握 我们行来 等来 欢迎等来新闻 棒行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我们招建兄 因为我们今天卖领杂志在202011月第158期 非常非常的好 它里面还有包括是谈到当冲高手杨云祥 把股市变提款机 那当然也有包括精英教母在2021年的投资建议 那还有包括存股要避开这三大错误 还有当然也有新购屋应该怎么来做转卖或者继承 等等的一些很热门的议题 当然标题是电动车引爆这个造元商机 所以很快就跟我们的这个就是 苏审说这一定要请Mining杂志来谈 因为这符合我对于明年的一个展望 车店族群可能在明年是电动车到底哪家会争锋 我不知道 但是车店族群在明年肯定很旺 这件事可以被确认 那我们就先来谈谈特斯拉好了 因为特斯拉在上海量产 现在消息非常的扑朔迷离 有人说它全部会用中国的领主件 有人说其实台厂才是赢家 因为台厂在中国 中国因为发展电动车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台湾早就已经有电动车的这些领主件公司 在中国已经布局了 所以顺道就供应了特斯拉 所以我就很好奇 因为特斯拉到了中国 据了解包括中国的长江汽车就快要倒掉了 中国还包括拜堂汽车也倒了 陆续已经传出来 特斯拉才到上海 已经有三家电动车厂已经倒掉 我刚才讲的就是长江汽车 可能是下一个被倒掉的公司 当然我们知道恒大地产 它也转投资了汽车公司 最近它把股权全部出脱 所以会不会是特斯拉到了中国 反而是中国电动车的灾难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也不全然电动车出的问题 像他们自己最骄傲的 也是鸿海的死地 那也有一些公司股价是往上走高的 所以我就好奇一件事 特斯拉上海量产这件事情 到底对于中国有什么冲击 特斯拉去年 就是2019年在上海 新建他们第三座 这个GIGA FACTORY 这个超大型工厂 那这个量产的速度 建产跟量产的速度都很快 那因为中国已经有将近百万台的 电动车的销售的时机 不过过去都是本土的品牌 在那边有点像打混账 因为他们是一方面是 包括骗一些补助 那推出一些就是良悠不齐 品质不稳定的电动车 所以其实消费者 其实是怨声载道 那里面做的比较好 可能就是像BRD这样子 比较正统的一个品 比较像样的品牌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一个 混乱的电动车市场 也带给特斯拉很大的机会 我们看那个统计数字 从2019上半年来看 这个BRD是占22% 是龙头第一品牌 那但是到今年上半年 我们来看的话 尽管有疫情那些影响 那BRD已经滑落到16% 那特斯拉其实就已经突起 已经是购到14% 这个已经是排名第二 那也许很快会变成排名第一 那基本上 因为特斯拉在中国设产 它是使用中国银行的融资 那基本上它尽量都是 配合本土化的政策 所以零组件优先都是载力供应 那载力供应 其实台商也帮演很大的角色 不只是中国厂商 因为中国厂商本身的品质 量产的时机跟品质 可能也不一定是特斯拉最优先考虑的 那基本上台商过去跟特斯拉 已经有在全球有更多的合作 合作的历史更悠久 所以只要在中国大陆 有设产的台厂 零组件工厂 其实也同样有可能会受惠 特斯拉在上海的新的 新的Giga Factory的量产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今年下半年 其实应该特斯拉市价率 还会在进一步提升 那更多本土的 混水摸鱼的那些品牌 可能就会阵亡 阵亡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们这次谈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总共提出了二十几档股票 二十六档股票 但是在这二十档股票 你们特别介绍这四家公司 可不可以在最后一点时间 谈这四家公司 到底你们怎么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可以注意到的四个公司 分别是鸿海 台办 企机 跟建核心 那这四家公司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吧 好 那就是我们有筛选了二十六档 长线可望受惠 这个电动车需求的 这个三级的个股 那基本上 会选这四档 鸿海台办 企机跟建核心 其实主要是考验它基本面 目前来讲 是比较稳定的 获利是算是比较稳定 那有些公司 像比如像 我们二十六档里面 还有提到很多 包括跟自价有关的 对 那里面有很多公司 其实因为它获利比较不稳定 而且股价波动比较大 那我们优先推荐的是股价现在是相对比较低档 获利比较稳定的 所以它未来是不是会涨最多那是不一定 那有时候目前看起来比较差 但是未来长线 也许它获利的成长幅度会更大 对 不过像鸿海 我们会特别挑它 基本上就是看好 它跟育龙合作之后 未来在电动车市场的市占率 应该就会慢慢的提升 慢慢的提升 那尤其鸿海 因为这几年已经是 有点老化的企业 那一方面苹果的需求 呃代工的那个订单 慢慢分散出去 也分散出去 没错 所以它为了要提升它的毛利 势必要往电动车去发展 那刚好股价也在低基期 这个70块已经整理很久了 真的 对 所以如果是零股族 小资族 其实如果是用定期定额来布局 其实也蛮适合 因为这是一个长线的商机 因为它也不是马上就会爆发 好 那还能见核心 因为这家公司很特别 那见核心来讲 其实它有很多 它主要是在连接器这块 那连接连接器这块 其实在电动车的充电桩 所以应用 应用是需求是还蛮大的 那因为它在大陆也是 曾经是 设厂已经很久了 那另外它的那个 它的技术 它的连接器的技术 其实跟日本产生是 不会差距太大 但是它的价格会便宜很多 所以整个销售状况是蛮好的 那我们看车用连接器 还有绿能相关的连接器 它都有大量的一个布局 那未来如果充电车 这个电动 电动车如果大量普及之后 对它充电桩的需求 我相信也是蛮大的 好 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还另外台班跟企机 我们就没有办法提到了 不过说真是私家公司 建核心我也极高了一个认同 因为事实上欧系大厂 也采用它的零组件 作为充电桩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产业 估计在这个行业里面 它可以增加新的利润 那当然过去几年 它平均每年的EPS在3块钱 去年稍微弱一点 大概有2块9 但是从今年开始 从2020开始 建核心可能就会涨到新的蓝海 我们时代 它股价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所以非常感谢 Mining前杂志记者 及频道主持人 召见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 Mining前杂志最新一起谈到 电动车引爆 照明商机 台股这26档股票 很可能会上涨的议题 也谢谢赵姐 我们谢谢大家 待会回来